嗨大家好 好久没跟大家聊天了啊 哎 现在是早上的5点45分 我从我从三点钟吧 三点钟开始 打坐到四点四点多吧 四点四点半还是四点二十 忘了然后中间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又打坐到刚才 整体感觉是早上三点钟5点打坐还是挺舒服的 就感觉打坐一个小时就跟睡个七八个小时一样 开始的时候就总是觉得 身上感觉感觉跟刺一样的就是做不到哪 但是你要坚持到十分二十分钟以后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稳定一个呼吸的心态了 现在我目前我使用的方法就是耳根圆痛跟呼吸法混着用 就比如说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在听周围的声音 收回声音 然后你就感觉就是你的耳朵这个头这块就感觉有气感了气感了 然后你的整个下半身也是有气感的就是你感觉都不到下半就比如我这个手这边摆着 然后我就感觉不到手了感觉不到手了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这个头这个尤其太阳穴这边的气感就出来了出来 出来以后然后你就继续做 然后你就再进行呼吸 现在我用的呼吸法就是三九呼吸法 就是吸三下 你可以默认默数三下 然后呢吐九下 这个其实我跟之前讲的那个南怀戟的那个念佛这个呼吸法一样 然后就出来了金刚齿嘛 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气吐出来 吐出来之后 其实人的身体在吐气的最后到吸气的中间是有个吸的状态 然后这个吸的状态就是 是无私的 就没有任何的就是空余地带 那么道其实就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在这里面抓这个抓这个间隙 然后你让自己感觉到一直是这种 这种无私的状态 哪怕有一个针尖大的这个思 后天这个思维就没有 然后你就把自己的这个意识放在一个觉上面 就是你觉得这种气感 觉得这种声音呢 观声音 因为声音其实我们掩耳鼻舌声音是不存在的 我们是观这个声音的 然后哪怕或者说你你感觉这个自己的气这种感觉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 有的时候你能够 有能够能够入定 有的时候你入定不了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你只要坚持每天去这样训练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总之你基本上每天训练的话 总是有那么一点点时间 你就会感觉到那种那种空的空气的感觉 就是入境的那种感觉 很舒服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体会吧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也有一些其实有一些体会就是 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其实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这个身体 尤其是思虑方面 你怎么能够摆脱这个思虑 就是不要去想很多很多这种 当就是现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然后你想想这个佛法跟道法 其实这个宇宙其实就是由我们的空性 由我们的性光来创造的山河大川 真相本来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又跳进了我们创造这个山河大川这个幻象里面 然后就一天一天过这样的 时间就好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流 那么你就在这个幻象里面 误认为是有时间的 其实我们这个宇宙其实从开始到寂灭 其实就一刹那的时间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分别 因为我们一旦有分别就有意识 跳入到这个宇宙里面了 那么这个宇宙里面就我认为我们是在里面的 那我其实是一个做游戏的者 然后我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游戏的经历 然后我就感觉游戏里面这个玩家吧 就对自己的这个游戏的这个数据很执着 比如说他希望一个装备了 希望要一个这个道具了什么什么 但其实在我来看的话 这些道具这些装备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就一行数字而已 那在计算机世界里面呢 其实最终就是0101这种感觉 那0101有什么来组成 0101其实就是由这种信号来组成的 就是最早的计算机是二级管三级管 他又有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有信号没信号 这样也来区分0101 那这个信号归根结底来讲 其实就是没有 其实就是没有 因为它是它是有一种你的意识 你的想法人定义出来的这种概念 定义0101 所以就是说你说这个游戏是由什么构成的 游戏其实就是由空性来构成的 0101构成的 0101之后也是空性的 就跟我们现在世界一样 就你会看到游戏里面这些人吧 他们在追求这些数据 这是玩命的追求这些数据 他也不知道为啥 反正就是我就想要这个数据 这其实就是一种制度 就跟我们现在生活这样 你玩命的追求这种房子啊车呀 然后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名利情啊 其实到头来就是一场空 因为你走的时候 你谁都知道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但是走的之前 你还是你的执念还是在哪 哎呀孩子家庭啊 你始终都放不下 啊这就是因为 但是我并不说让大家放去放下这个孩子家庭 只是说我们在家人进行修行的时候 你一种空性的状态去去去经历这个世界 就是遇到一些事啊 你把它马上空了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事情做过去就空了啊 那个事情做过去空 玩过去就空了 吃过去就空了 然后呢这个生意呢 你去运作啊 运行一段时间就空了 然后名利你拿到以后也空了 你不要太制作 你帮助别人也是空的啊 就把自己这种制空的时候 你有空性证件第一 宇宙第一真地去来知道你的生活 知道你的这个事业 知道你平常去悟道的话呢 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很有力量 这种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但是如果说你用自己的意识去想象出来一个东西 或者说你用意识去把控 包括我们的呼吸 我们用意识去控制呼吸也好 那达不到胎息一种状态要都是一种后天这样的一个情节 所以就是说 怎么能才能够呃 有这种 慢慢慢慢慢慢 制空这种状态 就是不断在在生活中去训练这种状态 在生活中训练这种 就是说你一旦发现自己的这个心 欢喜了 你就马上把它把它要平静下来 你哪怕你认为你的心平静的 你也不要有平静这个念头 就把它这个空掉 你哪怕觉得这个 某些事情非常开心 马上我要空掉 某些事情觉得非常难过 非常难空掉 然后一直去焦虑某些事情 马上把它空掉 就不断的训练自己的心情 就是不让自己的心 偏移到之前那种空性的中 中间的中道吧 中观论吧 偏左也不行 高兴也不行 悲伤也不行 然后呢 自己的心飘到其他地方也不行 就训练自己的内心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样的话 经常训练经常训练经常训练 你就会有处理的感觉了 当然我现在其实说实话 也是属于一个半调子 就是也是在不断的摸索 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见到空性了 可能见的不多 我也知道我们的掩耳鼻神神异 其实都是假的 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到入定状态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不是声音本身了 这个色相也不是色相本身 它其实就是一种绝的状态 你绝能绝知道声音 你能观音声音 也能听声音 也能摸声音 就为什么很多人入定完之后 能够就是如这种黑夜中 能够穿针这种能力的 是因为你一旦达到空性之后 你是以这种绝的状态去 觉知这个被色被性光创造出来 这样一个世界 然后的话对于你来讲 这些世界对你来讲都是透明的 因为你是以一种绝的状态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感觉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没有那么深 是因为我们的崛起 是被掩耳闭射深意被我们的第六十自我意识给屏蔽掉了 就是六贼 掩耳闭射深意是我们六贼 把我们的真实的宇宙状态给抢走了 盗走了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宇宙状态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真的是你能够所有事情空掉吗 你不行了 所以就是说 你还是应该要不断的去训练自己的状态 不断的训练 不断训练 长期训练 长期训练 你就不断的跟他做斗争 不断的跟他做斗争 还有一点我想重复再说 之前我视频里讲过 就是说 这个饮食男女 就是你如果真的有决心想去误道的话 饮食男女 你是必定必定 这个男女这块你一定要戒掉的 你戒掉以后 你才能感觉到自己这个周身的能量不断不断的提升 你才能够去有力量去空掉自己所有的东西 你一旦有男女的话呢 你就有一种欲望了 你就有一种执着了 因为很多很多这个生活物资啊 包括物质社会 也包括对别人的情这个需求 情感需求 其实都是源于这种这种男女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欲望啊 啊就是说很多很多就是呃 世间法来讲很多人不想明说这个事情 就因为这个东西是跟大千世界有有有备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男女 我们都是从男女过来的啊 我们都是从这个阳台里面出来的啊 这有有备于变换成五彩的大千世界啊 但是实际上来讲 你如果说不想在这个五彩大千世界里面呃 这个继续玩耍 你想出离的话呢 你必须的把这块给戒掉 你如果不戒掉的话呢 嗯 尤其是这个银心 就是说你虽然说白天你是ok的 但是你晚上的时候你可能控制不了自己 你可能就漏单了就 所以这块来讲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你就区分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 呃正法也好和这种呃 其他的这种旁门所到也好 呃 你会发现就是说正法来讲的话 是比较讲究这个东西的 他是有这种啊 有这种呃 戒律的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戒律 你如果说你这种这方面你定不下来了 你就没办法去生智慧了 你更别说其他了 你这个只要一在你的其他摊件就哗哗哗哗哗 后面就来了 就比如说我们的跑车呀 或者说我们的物质啊 很多很多时候都是为这个男女之士 这样一个最终的最最最终的目标去前面的一些铺垫 所以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没有男女之士 你对对方其实也没有这方面舍求了 你对对方其实都一种无私的这种关怀 不奢求的关怀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纯粹一点 所以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相机也没电池了 下期见 拜拜